影片中国军防弹背心的抗弹板竟然能被徒手凹弯 信用107年制造的抗弹板徒手去凹相当坚固 但换成110年制造的抗弹板两侧边角竟然像弹簧 徒手用力就能上下凹弯 35秒影片一曝光网友打炸锅 这个防弹干板可以凹来凹去 那是不是有脱工减料的问题 高分子量的聚乙烯是一个热塑性的材料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实验 把它加热到90度真的变软 请问各位战场上有没有90度 到90度可能人都死光了 才议政词言解释完 现场记者拿110年的抗弹板 一时测试情大调了 夺利很容易 之前绿营议员和网友还测试 防弹背心竟然能被打穿 国防部否认防弹板有问题 首度公开实测 透过固定枪座连续6%射击测试 防弹背心都没被打穿 那今天的测试结果它是合格的 不过专家就批评国防部 根本不是用敌军最新武器测试 这结果没公信力 中国不用老步枪了 它的冲锋步枪的贯穿 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实测 拿以前做实测 那是骗人的 国防部说抗弹板没问题 却说不会再大量采购 专家火大痛批 那你是不是当初是有问题 在不采购 你完完全合格你继续采购 那你现在不继续采购 那你不是实地无银300两 为什么会采购到这样子的烂东西呢 采购的SOP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固定厂商在供应啊 国防部在记者会上预告 会有最新的抗弹板上市 但连现在国军用的抗弹板 都有问题 又如何相信国军在战场上 能安全保命打击敌军 记得希望录音乐 并开启小铃铛哦